春曦幽靖 這是第二集 這一集我們要把它染墨完成 分出它的明暗跟遠近的層次 然後再來彩色完成 這是在課堂上示範的課稿 那我們在這個視頻上重新再加以說明 這一幅畫是表現這個山村 有一條這個山徑 然後到這個房子的地方 然後左邊可以經過一個小橋 那橋下這個溪建流水奔馳 在這個溪建跟小鏡之間呢 有櫻花樹 綻放這個桃紅色的這個花斗 象征著春天的氣息 那現在呢 我們再來畫這個櫻花樹 畫這個櫻花樹呢 用比較濃的墨 直接畫上去 當然畫的地方就是要穿插的恰到好處 能夠長佐修飾畫面 然後又能夠增添畫面的美感 以張力 一般畫樹都是先畫大的枝幹 決定這棵樹的姿態 最後再補小枝 控制它的疏密 櫻花樹的這個樹的樹形變化比較不大 大部分都是接近直幹或蟲生 不像松樹可以有非常多的樹形變化 那我們在畫的時候也是一樣 先從大的枝幹開始 然後最後再補小枝 樹要畫在哪裡呢 這跟下棋一樣 所選的地點非常的重要 選擇好的話可以讓畫面更增加美感 這個樹種的時候也要有前後的變化 像這個樹為什麼不先畫呢 假如說我們在畫的時候先畫的時候 後面的山石就不容易表現出來 所以有時候可以留到後面再把它補上去 比較遠的樹就比較小顆 近的樹比較大顆 那利用樹的這個大小可以分出遠近的透視 能夠分出遠近自然就有空間感 那畫面呢自然就不會悶塞 好 近的這個樹呢可以破掉這個前面的山石 跟草坡 更增加它的變化 由於以化的樹呢 它又拉出一個空間 就是樹與山石之間的這個空間 樹是高的 山石跟坡 畢竟是比在下方的地方 這一條山徑呢 這個樹稍微遮掩一下 也會更有詩情畫意的感覺 所謂的意境就是要多一些想像的空間 那遠的地方 我們也是一樣在這個橋邊我們也畫幾顆 主要跟前面的這個櫻花樹做個敷印 那這個邊的樹就更小顆 因為它更圓 橋的左邊當然也是要補個櫻花樹 也是一樣的做一個敷印跟協調的作用 那橋的這個後面呢也是補了櫻花樹 那這樣的景深就會更好 那等它乾了之後我們開始蘭墨 蘭墨第一道都是我們先蘭最暗的地方 我們順著筆翼 就是順著用筆的方向 我們來先蘭 蘭的話首先都蘭最暗的地方 因為先紙是比較難控制的紙 不像棉紙那麼容易控制 但是先紙的硬味卻是 棉紙無法表現出來的 所以雖然先紙蘭的話還是要選擇先紙 先紙會話任何紙你都通會話 但是先紙表現出來的因為 絕對免紙無法表達出來 那國畫講究去印生動 這個先紙呢好的先紙呢 更能夠這個得心應手 表現得淋漓盡致 就像為什麼要選好的原料好的筆 好的材料 不管中西畫都是一樣 像畫水彩一樣 你水彩的原料的顏色不好的 畫出來效果就差很多 所以像水彩畫為什麼還有專家用的 就是它的顏色更漂亮更好 畫出來的效果也更好 這個三石草波經過軒染以後 它會分出它的明暗面 還有更分出遠近的層次 第一道都染最暗的地方 第二道呢我們在染次暗的地方 現在是染第二道 染的時候要有筆法 不能再像傳統畫一樣 有筆法之後 你染了才會跟你原來畫的 融為一體 自然 而且呢相得益彰 再來是染水 這個水的每一個落差轉折 我們都用淡墨把它染出來 有時候也可以不用染墨 完全看你畫面色彩要怎麼安排 如果不染墨的話 染最暗的地方就是 花青條墨來染 如果染了墨以後 就可以直接花青來染水 再來呢我們調整這個水 淡淡一點的染 淡一點的地方 染水是要分層次 那現在是最後的修飾 跟強調 有些染得不夠的地方 我們加強 就是強化對比 那這樣的話 這個 這個 更銳利 現在再來調褶石 我們來染色 國外原料盡量用礦物性的原料 像褶石盡量不要用水彩去去代 這個褶石是礦物性原料 是屬於氧化鐵的礦物性原料 這個比較不會褪色 這個比較不會褪色 那軟色調呢 像褶石要先染 為什麼要先染軟色調 主要就是說軟色調 你要改成寒色調很容易 但是你要是先塗了寒色調 你要改軟色調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軟色調先化的時候 你還有這個改變色調的空間 我們現在染的顏色就是先占位置的 屋頂也是要先摺石染一下 在很多樹木之間的房子 屋頂最好是染軟色調 假如說染寒色調的話 很容易跟這個樹木混 混在一起混不出來 除非特別要表現 比如說是安徽這種 揮瓦白牆的房子 或者一般的話 就是在整個色調的安排上 在樹林中的房子 是以軟色調是比較好 我們要把這個顏色呢 跟夢色一樣 所以我指出 提出要以色當墨 古人是以墨當色 但是我們在色彩上 我認為應該要加以色當墨 再來是調任綠色來染這個札 札木樹叢 這個留白的地方 就是要填上這個 任綠色 先站住那個位置 同樣的 也是一樣先把它吹乾 這些地方 站住的位置 其他顏色就比較不容易侵入 那我創造的這個點叉明暗法 那主要是有流出白的紙 當然它也有深淺 也有用墨染明暗 但是還是有白的地方 白紙的地方色染上去 可以以色會亮麗 但是因為我們有暗的地方 又可以把這個亮麗的顏色 抓住穩定 讓它不輕浮 那現在再來染水 染水的話調花青來染 這個一定要先吹乾 吹乾以後它顏色就穩定了 就是站住那個位置 卡位了 然後再來開始濕染 所謂的濕染 是跟一般傳統化的染色一樣 染到最後整張紙都濕的 在濕的時候 然後封染 它的這個整個的色調 跟遠近的層次 我們樹木呢 這山木裡 比較暗的 比較墨色 比較黑的地方 用花青藍 比較淡的地方 帶一點綠色調來染 讓樹呢 有藍色有綠色 藍色呢 可以呈現出很茂密的感覺 那綠色呢 那綠色呢 又可以 這個表現出 樹葉清脆的那一種 感覺 這個路呢 淡淡的紫紫染一下 可以跟這個水有個區分 再來染遠山 遠山呢 它的這個 也是用綠色調來染 現在整張紙都濕了以後 我們再來是封染 所謂的封染就是要統一色調 整幅畫的色彩要讓它協調 在濕的時候還可以做修正 然後再來發青條毛 來染這個 這個整體的這個 氣氛 就是染出雲霧啊 這一些或者是暗的地方 紫紫的差別 來響一接 房子的後面 藍一藍的話 可以把它推得更遠 在濕濕的時候 封染的話更容易 這個把它染得均勻 然後現在再畫更遠的遠山 然後也是一樣 要流出雲霧的地方 那這個雲從山頂上飄過去 我們也是要流出來 不夠的地方再加強 水也是一樣要再加強 它的明暗 水剛沖下來的地方比較白 然後往下沖慢慢變暗 這個露呢 那是太亮了 也是用花青條末稍微染一下 然後接著我們把它吹乾 吹乾以後 再來就是用我創造的雞色法 那雞色法就是把顏色堆砌 在需要加強的地方 這在傳統國畫裡面 就要加強的雞色法 當然過的地方就不能加 這個色彩呢 哪些地方要積得更深 哪些地方要放鬆 這個都是要自我判斷 雞色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們軟色調先加 然後現在加了之後 剛剛比較沒變化的這個 軟色調現在變得更厚實 更有層次 然後接著我們再來染這個 含色調像這個草坡樹葉的顏色 顏色層層堆砌 這個像炒菜一樣 你要炒得剛剛好 炒得不夠又太平淡 那個炒得過火了燒焦了 也不好 那如何拿捏 這個就都在個人的這個歷練 就是這個 由這個 你一直不斷的訓練 一直不斷的自我磨練 而得到的一種經驗 還有個人美感的一種判斷 顏色呢 慢慢慢慢的堆砌 要有耐心一層一層的做 我們現在加到現在已經比剛剛原先 更厚實 更有變化了 而且畫面的張力也會越來越強 文人畫一直提倡要淡雅淡雅 那其實事情都是一體兩面的 淡雅的就平淡無奇 那淡自然容易啞 那現在呢 再用白色的調陽紅 調成粉紅色 我們用點的點櫻花出來 由遠的地方開始點起 由遠點到近 那這樣的層次變化更容易掌控 完全一點一點的用毛筆點出來 要有耐心 當然也可以用敲的 但是用點的是比較穩重 點的時候大小都要一致 然後點的時候還要注意它的疏密 整個畫面 整個畫面 就是這些櫻花 讓它畫面具有春天的這個 氛圍 所以我們點這個桃紅色 它是屬於比較強眼的人色 所以你要是用手點或者是敲 都要很注意 要注意它的這個形狀 疏密、美感 點了這個櫻花之後呢 點了這個櫻花之後呢 桃紅色 就感覺上就整個畫面就會更亮麗起來 而且呢 而且呢 就有春天的這種喜悅的感覺 在點的時候都是要有蘇有蜜 比較密的地方就是點靠近一點 或者有些地方接近 或者有重疊到都沒關係 我們由遠點到近的優點就是說 我能夠掌控這個 在畫面的色彩的這個 遠近層次的變化 由於我們家的櫻花樹是 遠近大小錯落 所以在畫面裡面 它就會有產生這個增加畫面的變化 而不至於呆板 所以它是有加分的效果 所以你怎麼活在哪裡 天使人也是 又可以在四個月 找人們的 要便宜 點都是 要每一點都要差不多 不能有的大點 有的小點差距太大 要讓視覺上看起來滿均勻的 差不多一樣大 那点的时候呢 也是在修饰画面 有些画面太黑的地方 也可以用点来破掉 所以一幅画是 在画的每一个过程 都是互相的在培衬 或者是在修饰 让画面更达到完美 再来呢 我们再调浓一点的 这个粉红色 用敲的 那为什么要加敲呢 敲是比较浪漫一点 就是落阴缤纷的感觉 但是我又不想 完全用敲的 因为完全用敲的 有时候 又会太过灵散 那这样的话就是比较稳定的点 稳重的点跟比较飘逸的点 做一个中和的运用 那完成的这一幅就是表现山漆櫻花盛开 然后在小镜上 还有这个产产的这个流水 小桥表现山漆这种景象 我们已经想要看 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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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